台南市西港区一座庙宇 进行神像开光仪式的时候 竟然是将活生生的白纹鸟 塞入了神像背部的小圆孔 密封起来 而这也引发了社会批评 庙方昨天出面道歉 表示愿意改变做法 在一连串宗教仪式之后 庙方人员将活生生的白纹鸟 从笼子里抓出来 塞进木头神像后方的小圆孔 接着用木塞整个蜜蜂 这是去年12月台南市西港区一间庙宇 为新造的神像所举办的入神仪式 用意识要象征语化成仙 但是小鸟被蜜蜂等于活活闷死 这段影片被放上网络后 引起网友恍然 批评这根本是杀身跟宗教本意不符 庙方12号则出面道歉 表示愿意改变做法 对动物的影响 这是不好的喜欢 未来 清洗保险台队 也要说我们来改召这个医药就不能处理了 庙方表示这是传承300年的习俗 近十年来已经封了12只小鸟当祭品 而且获检举到现场稽查的台南市动保处则说 火鸟献祭已经违反动保法 不过涉及宗教礼俗会不会开罚还要会同民政单位调查 在我们豆宝处的立场上面 我们会进一步来跟我们民政相关单位 还有就是说中央 然后我们会这一边来做一下商讨 毕竟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跟一个习俗 我想也不只是说我们这边有这样一个习俗 在其他的庙宇可能也会发生这种情形 根据动物保护法 二亿年代动物可数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还 庙方坦诚做了不好的示范 多宝处则呼吁宗教活动也能配合社会潮流做改变 避免触法 记者台南综合报道